雪州八升新华中学创办人丹斯李杨中理 生前最令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他热爱华文教育的心 除了出钱也尽心尽力办好学校 认识杨中理的人都会说 虽然他贵为富豪 但却丝毫没有架子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亲自到校园走走 了解学校的情况 校长黄秀玉还打趣地说 这位看似严肃的董事长 更像是一名和蔼可亲的大家长 常常会有很令人感动的一些举动 譬如说他看到我们的学生 可能在某一个比赛 某一个比赛的时候他得奖了 他从报纸上看到 就来问我们说 这个学生他想要见这个学生 他亲自跟这个学生谈 鼓励这个学生 然后还亲自写信 亲自写信给这个学生鼓励这个孩子 看到我们好多的一些照片是 我们学生把他当偶像 会找他跟董事长 找董事长一起拍照之类 围着他拍照之类的 在杨中理的赞助下 每年校方都会颁发大专助学金 协助有梦想的孩子 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校长还透露杨中理一直秉持着 惠民教育的办学理念 坚持承担大部分的津贴费用 也不愿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 他说我们只要能够过就可以 他是觉得说 这个是民族教育 他希望说学校不要变成鞋店 他常常讲不要变成鞋店 我们不是盈利的 我们只要说能够过 那我们董事部也能够津贴的话 他认为说不要给家长太大的负担 书里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说 杨中理非常好学的 不断透过阅读来充实自我 李平福还赞扬他为人低调正直 坦然面对一生的成就 那早期的他非常注重这句话 大概是温家宝说的 自我追我 唯物春秋 他都很有我感慨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一生在世界上的打拼 各方面的东西 他说自我追我真的很难讲 由人家去公论 校友会主席余安也提到 纵使多么不舍杨中理的离世 但唯有延续他那份维护华教的精神 才是缅怀这位传奇企业家的最好方式 NTV7陈伟恒采访不到 务赛 走 4500 1 2 4 4 5 5 1 5